当时听了之后就觉得晴天霹雳 说一句狂妄的可能会得罪人的话 哈喽大家好吗我叫阿姨 上次发了那个问答视频之后 发现有很多小伙伴对我的音乐历程很感兴趣 然后上次我就挖了一个坑 所以今天呢我来填坑了 跟大家来说一下我这个很长很长的 关于我的音乐历程的故事 那我准备把这个很长很长的故事 分为三个部分来讲述 第一部分就是关于我在音乐上面的学习经历 包括乐器还有唱歌 第二个部分从野路子到音乐专业 就是从爱好变成专业的过程 第三个部分可能是大家最感兴趣的部分 我从素人到出专辑开巡演 接触音乐圈的这么一个出道的过程 那我现在就从第一个部分开始讲起 关于我的音乐的学习历程 其实我接触音乐接触的还蛮早的 大概是六岁的时候吧 我在六岁的生日的时候 爸妈给我送了一个电子琴作为我的生日礼物 然后我当时就是觉得还挺好玩的 然后我就自愿要求要去学钢琴 就是这一点我后来想起来觉得还蛮神奇的 可能很多小朋友都会倾向于是爸妈让他去学一门乐器 但是我小时候就是在这么小的时候是自己去想要学乐器 所以我就从六岁开始学钢琴一直学到了初三毕业 然后这是我的一个钢琴的学习历程 关于学钢琴的这一个部分 其实我也是有断断续续的 就是中间可能有断过几次吧 就是毕竟学乐器其实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 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嘛 不过到现在我其实还蛮感谢我当时付出的这些努力去学钢琴的 因为学习钢琴对于后面学习一切的音乐就是还蛮有帮助的 然后如果按照时间线来叙述的话 就是我在九岁还是十岁的时候学过一年的古正 但是也就能弹个三级的曲子吧 然后在之后也再没有弹过 古正也在家里落灰了 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再捡起来 然后到了初中的时候可能正值青春年少 然后那个时候特别羡慕那种弹吉他的人 还有玩滑板的人 跳街舞的人 就是觉得很青春 很热血 就是有一种很不羁的感觉 所以那时候就一直很想学吉他 然后可能因为我爸妈在那个时候也没有太能接受弹吉他这件事 他们可能会觉得弹吉他不是好学生 然后也会觉得就说我学钢琴就够了 干嘛要学那么多乐器 然后正好有初中嘛 就觉得还是以学业为准 所以当时他们就没有同意我学吉他 但是只要心中热爱什么都难不到我 所以我当时是怎么偷偷学吉他的呢 就正好那段时间我们学校家属楼的墙壁上面 贴的有很多那种广告 然后写的是300块钱学吉他 包学会 包吉他 就现在一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很不靠谱对不对 但是当时对于贫穷的我以及对吉他渴望的我来说 是一个极大的诱惑 可是300块钱对于当时的我来说 也是一笔巨款啊 当时一个月零花钱只有20块钱的我 确确实实是拿不出那么多钱来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找了一个班上的一个同学跟他借钱 我就说可不可以借我300块钱 然后我过年的时候发了压岁钱再还你 然后我记得我后来还他钱的时候 我还给了他一块巧克力作为利息 接到钱之后呢 我就开始了我的吉他的历程 从那时候开始 我的心里就埋下了一个小小的梦想 就是有朝一日可以抱着吉他在台上演出 然后我去找了那个老师上课 然后上了两节课之后 他夸我很有天赋 并且跟我说 景欣啊你要交学费了哦 要再交300块钱 我才可以继续教你 然后我当时听了之后就觉得晴天霹雳 你知道我这300块钱筹得多不容易吗 要再让我交300那你要 然后我当时就很震惊 就感觉受到了欺骗 我就说老师 你当时传单不是说包学会吗 然后他就说 不是啊我的学生都是300300这样教的 然后交300块钱就教你两首歌 然后你不教也可以啊 但是你就没法继续往下学了 然后我当时就特别沮丧 你要让我再掏300了 我从哪里去拿来给你啊 那我就不学了呗 于是在这两三节课里面 我学会了弹单音 学会了 Doremi Fasuala Cito 以及拥有了一把烧火棍吉他 然后我的第一段学习吉他的历程 就暂时画上了句号 但是不能上课我也不能闲着呀 那时候条件哪有现在这么好啊 就也不能去上网去看一看吉他教程什么的 就只能自己看书然后自己去领悟去体会 然后就到了初三准备中考 我也确确实实是学业很忙 就没有碰过吉他了 所以我的吉他就暂时放下了 我还记得当时因为是自己偷偷学吉他嘛 然后家里人不知道 就当时我是外宿 但是我是把我的吉他放到内宿的同学的宿舍里面 让他帮我藏着 但是到了初中毕业之后呢 就不得不带回家 就跟爸妈说 我有一个朋友 他偷偷学吉他家里人不知道 所以他把吉他偷偷放在我们家里来了 你贫 你细贫 那在我最开始初中很想学吉他的时候 其实父母都不是太同意 但是可不可以我高中的时候呢 好像高中先学去学吧 不是初中 初中就偷偷学啦 然后来到了高中 我又重新开始自学吉他 我记得是高二的时候吧 就是我自学吉他学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 我忽然间很明显地意识到 第一是我的吉他不能再用这把烧火棍了 它已经很明显地影响到了我 然后第二 我觉得我需要找一个老师带我一下了 因为可能就是自己学到了某一个阶段 就不知道接下来要干什么了 然后也不知道自己的哪一些基本功啊什么的 有没有什么错误 所以当时我就在家里附近找了一个琴行 哇 当时是一节课只要40块钱 真的好便宜啊 但是不一样的是 这一次我得到了家长的支持 其实那时候我爸的思想还是稍微有一点点保守的啊 他还是不太能接受 但是我妈呢 我妈说她年轻的时候也有一个吉他梦 所以她还挺能理解我的 所以她就支持了我一半的价格去买了我的第二把吉他 那为什么是一半呢 可能是我自己再出另外的一半会让我更加爱惜那把吉他吧 我觉得 然后有老师的带领下他给我讲了一些吉他的乐理知识 还帮我纠正了一些执法 但是也没有学多久也是学了四五节课吧 然后后来我又开始继续自学了 那这基本上就是我的吉他的学习经历 就是总共上的吉他课加起来不超过十节吧 剩下的都是自己自学的还有自己看书或者看视频摸索了 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自学了尤克里里 然后因为弹过吉他嘛 那尤克里里就特别好上手 在之后在研究生的时候学了大提琴 但是大提琴我是找到老师学啊 就不是自学了 然后因为也弹过吉他也有一些弦乐器的基础 所以也会稍微比较好上手一点点 说完了学乐器的历程 然后接下来要说学唱歌 其实唱歌我也是大部分是属于自学吧 在声乐上面我找老师学的一共加起来是十节课 就是在我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 但是我们都知道声乐分有很多种嘛 就是有通俗唱法 民族唱法 还有美声 还有等等等等 但是我当时找的老师呢 教的是民族唱法 但是我当时其实并没有学会民族唱法 甚至在学了那十节课之后 我有点不太会唱歌了 但是呢在很多年之后 就是我一直在自己练唱歌 然后会慢慢去体会的时候 我会偶尔间会想起来 声乐课老师跟我说过的一些东西 包括一些唱歌的原理跟发声的方法 然后我就忽然间就悟了 就是可能他当时在教我的时候 我并不能很好地去感受到 但是那些东西我记住了 所以很多年之后 我忽然间想起来 然后就会忽然发现 哎呀好有道理 然后忽然觉得 哎好像还真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那十节声乐课 虽然当时学完之后 并没有什么很明显的效果 但是长期来看 对我的唱歌来说 还是蛮有帮助的 那以上就是我的 关于音乐的学习历程 然后现在我们接下来进入第二部分 我的音乐的从爱好到专业化的过程 我知道可能有很多小伙伴很疑惑 也包括有很多朋友也问过 我为什么不当艺术生呢 哎其实吧 我当时是有想过当艺术生的 就是在我高一的时候 我们当时的年级 好像组织了一场合唱比赛 然后我是做的班里面的领唱 然后当时唱的是走进新时代 然后呢在某一节音乐课上 我好像弹了一下钢琴 然后被老师看到了 然后老师就过来问我说 有没有考虑过当艺术生 因为他觉得我钢琴弹的还不错 然后唱歌也唱的还不错 但是我两个都会的话 会比较有优势 他这么一说我就很心动啊 然后其实我一直也很喜欢音乐嘛 所以我就很想要走音乐这条路 我就回去跟家里人商量 然后我妈回头一问 她的同事回来跟我说 哎我觉得我们家可能没法让你读音乐生啊 因为我听说要是读音乐的话 可能家里要有100万才可以 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数字 到底是他的同事随便说的呢 还是说不同的地方确实有不同 会不会真的要100万那么多啊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了 但是我觉得就算不是100万 就算是几十万 我们家当时也是没法负担得起的 那我也很懂事啊 那我就不当音乐生了嘛 那索性我的文化成绩就是也还可以 然后我也比较喜欢理科 所以就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当了一个理科生 然后写下了我的相关信 不过其实后来想起来吧 我觉得这条路未必是不好的 就到了大学毕业后的两年 然后我忽然间想要考一个研究生 而且是跨专业考研究生 然后我就考到了作曲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跨的有点大吧 好像有点不可思议 但是我说一句狂妄的可能会得罪人的话 就是虽然我不是艺术生出身 但是一直有在学音乐 然后这么多年也一直自己有练 自己有写歌 所以我觉得我的音乐素养 以及对音乐的感知能力 其实是不比音乐生要差的 所以后来考了这个音乐生的研究生 也算是一点点弥补了 那时候没有当成艺术生的遗憾吧 那这就是第二部分的内容了 接下来又来到了第三部分 可能就是很多人很感兴趣的 关于我的从素人到初专辑开巡演 成为音乐人的一个出道的经历 但是说这个之前我先声明一下 就是我仅仅是讲述个人的经历跟故事 但是时代在变 一切都在变 我的故事不一定会具有参考意义 但是也会希望从中会有某一些地方 可以帮助到大家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虽然我是从小喜欢音乐 但是把音乐作为梦想 当做职业 其实不是一开始的事情 其实是有一个过程的 我在第一部分内容的时候 讲到我在高二的时候 找了一个老师学吉他 然后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些故事 然后他跟我说的一些话 成为了我的音乐历程上面 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他当时说 他在北京有认识的唱片公司 他也是从北京回来的 然后呢就相当于就说 他把我说为徒弟 然后我就跟他学 然后等到时候 我大学考到北京的时候呢 他就带我去见那些唱片公司 让他们去帮我出唱片 然后当时一听就觉得 哇 这就是梦想的样子 现在我也不知道是 用着什么样的心态去讲的这些话 就忽然也觉得蛮感慨的 所以我当时的目标就是 高中毕业之后 考到北京去上大学 你以为事情就是这么顺风顺水的下去吗 不 不是 在一段时间之后呢 琴行里面的另外一个老师 在QQ上面跟我说 哎呀其实啊 你那个吉他老师跟你说那些话 是骗你的 他只是想让你好好学吉他而已 并没有什么唱片公司 也不会带你去北京 然后当时 怎么说呢 就是觉得信念一下子没了的感觉 一直就是朝着那个目标去走的 就是当做一个阶段的目标 结果现在这个目标突然间崩塌了的感觉 然后也会觉得有点失望吧 但是呢 也没过多久 我也想通了 然后当时我的闺蜜 和哈哈就跟我说 虽然现在可能是没有了这个伯乐了 但是你以后可能会遇到更多的伯乐啊 你只要往前走 他可能原话不是这样 但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然后当时呢 也激励到我了 然后我一想 是啊 有道理啊 然后我也继续努力练吉他 然后高二的时候 我参加了当地的一个选秀比赛 名字我已经忘记了 反正当时就是16岁的我 第一次站在吉他上面 不是 16岁的我第一次站在舞台上面 抱着吉他唱歌 当时唱的是那些花儿 就是三个评委都对我赞赏有加 他们还说就是很少能见到一个女生 吉他弹唱这样子 然后当时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我就觉得我要继续这样 继续走下去 然后就这么怀着心中的音乐的梦想 规规矩矩的过完了高中生活 然后考到了梦想的北京 我其实在填志愿的时候 我并没有考虑说 我要哪个学校 我要哪个专业 就是当时只有一个念头 去北京 所以我的分数能够集到的北京的学校 最高的一个是北方工业大学 能选的专业只有五个 然后我当时就看中了数字媒体艺术里面 有艺术两个字 我就选了他 然后进入大学生活 我就在网上看到别人拍的一些吉他弹唱视频 我就觉得好美好 我也好想像他们一样 然后我就买了单法 又换了我的第三把吉他 然后是一把全单的吉他 所以我就从大学大一大二吧 就开始了我的原创视频之路 那个时候就经常喜欢自己 拍一些自己吉他弹唱的视频 然后放到网上 视频内容也是主要都是翻唱的歌曲 那个时候出翻唱的视频 完全就是出于兴趣爱好 也没法从中获得什么收入 完全就是靠爱发电 那段时间我上传了很多很多音乐翻唱的作品 到网上面去 然后在那个时候 就是市面上大多数的音乐翻唱视频 都是画质跟音质没有那么的好 那作为一个设备党 在刚开始拍视频的时候呢 我就斥巨资买了我的第一部单反 还有一些录音设备 所以在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下 可能我的视频的画质跟音质 会稍微比较脱颖而出 然后就引起了编辑的注意 所以那段时间在一些视频平台上面 就会把我的视频推荐到首页啊 然后就开始有越来越多小伙伴指导我 然后呢我也收获了人生中的第一批听众 在那一个时期 就是可能会越来越多的人看到我的视频嘛 然后听到我的唱歌 所以我那时候开始接触到了一些机会 比如说得到了一个尤克里里品牌的代言的机会 然后呢我也开始自己自学尤克里里 比如说大二的时候得到了一个好歌曲的推荐会的一个机会 然后呢也让我第一次上了综艺 那一次比赛其实虽然结果不是特别好 好像拿了个哈尔滨十强吧 但是那一段经历真的对我来说 是我音乐历程上面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像我身边可能也有一些喜欢音乐的小伙伴 然后会说自己收到了一些活动的邀请啊 到底要不要去 然后其实我给的建议都是去 就比如说说到我上次的那个经历 虽然没有什么结果 然后在后续也没有什么发酵 但是在当时就是我开阔了我的视野 然后见过了世面 然后也认识到了很多特别厉害 特别优秀的搞音乐的小伙伴 然后他们在我后面的音乐上面 或多或少给了我一些帮助 比如说我的第一张专辑的制作人艾莉亚 还有我的第二张专辑的两首歌的编曲茶茶 都是我在那一次好歌曲推荐会上面认识的朋友 而且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 可能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写歌就是写旋律跟写歌词 但是在那之后我见到了这么多优秀的作品之后 我忽然间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我忽然间明白了就是还有编曲呢 又有配器 就是在音乐世界里面有好多好多有意思的东西 但是在我之前我都不知道 但是在那之后我接触到了 然后我也知道了自己的无限 所以在那之后我就自己去有意识的学习编曲 学习混音 然后学习很多不同的乐器 所以我觉得那次比赛真的是对我有好大好大的影响 然后话说回来回到时间线上 就是我刚刚有说到我年轻的时候 有一个梦就是背着吉他 然后上舞台 就觉得啊好棒 我到了北京读大学之后 我知道有一个地方叫后海 也就是石刹海 然后上面有酒吧一条街 然后也会有很多歌手在上面唱歌 我当时又有一个梦想 我想去上面唱歌 然后我就跟我的同班同学背着吉他 去后海去一家一家的问 一家一家的找 然后就有两三家吧 我留下了联系方式 然后还有一家是让我可以去那里试唱 哎现在想起来 他们给的工资真的好少啊 就很明显就是压榨学生劳动力 虽然说我当时的业务水平也确实是比较低啊 然后大概持续了几个月吧 就是在后海的酒吧里面唱歌 其实我从学校过去 然后唱几个小时再回来 真的特别累 但是现在想起来 其实那也是一段很宝贵的经历 如果没有那一些锻炼的话 可能我的现场就没有那么的稳 在歌曲的完整性上面 很明显的就是 我在那之前 我的一首歌的完成度可能没有那么的好 但是在那之后 我的舞台经历就是有一个很明显的提升 刚刚忘了说一件事 我第一次酒吧登台唱歌其实不是在大一的时候 其实是在高三毕业的那个暑假 我跟朋友一起去旅游 就我跟我的朋友两个人哦 是不是特别勇敢 那时候还没有智能机也看不了地图 然后我们在西塘的时候我们住的一个民宿 然后民宿里面呢也认识了很多新的小伙伴 然后有一天晚上我们就跟着他们去了一个他们认识的酒吧 我就记得当天晚上酒吧的老板然后他也是亲自当歌手 他唱完一首歌之后他说谁想唱歌啊 然后我的朋友就把我推上去 然后我就说我想唱我不知道的事 他说这首歌我不会弹 我说我会弹啊 然后我就把吉他拿过来 然后我就在台上面弹唱了这首歌 然后好像反响就还蛮不错的 收到了很多鼓励跟赞赏 当时就是感觉特别特别激动 就是现在也很难忘了一次经历 刚刚说到在后海的酒吧唱歌的经历 很短几个月就结束了 原因呢也是我觉得不太适合自己 嗯就是像唱歌机器人一样很累 然后没有灵魂 然后就结束了 所以在那之后呢我就寻找了另外一个舞台 就是Life House 说到这里忽然觉得特别感谢那几个Life House 蜗牛的家六九蓝锡好几个Life House 就是在我没有什么原创歌曲 然后舞台经验也比较欠缺 默默无问的一个小大学生的时候 他们也愿意就是让我去唱歌 然后甚至还会在客人不多的情况下 还会给我演出费 我觉得还挺感谢的 就是让我觉得我这样一个就是没有什么名气 也没有什么作品的音乐人能叫音乐人呢那时候 就是也能受到这样的尊重 我觉得特别难得也特别难忘 然后呢就在那几年里面 在全国的好多个地方进行了二三十场吧 大大小小的Life House的演出 在这个期间呢我也有不停的写原创的歌曲 所以我在演出的原创跟翻唱的比例啊 然后原创占的比例也有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然后再加上那段时间自学的编曲 我还有吉他的进步 唱歌的进步 各方各面加起来之后 我觉得我成为了一个音乐人了 在那之后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很想完成我心里面的一直有的一个梦想 出专辑开巡演 所以在大学毕业之后 大家都去工作去读研的时候 我没有好好的工作 我就做了自己的第一张原创专辑 然后开了巡演 然后在那之后呢 就是有越来越多人知道了 有何静心这个人了 然后也会偶尔会接到一些商演 或者说通告之类的 然后其实大学毕业的那两年 就是在巡演之后 可能算是最艰难的两年吧 就是在音乐养不活自己的情况下 我忽然间觉得好像不能这么下去 但是呢除了音乐之外 我又不太想做其他的工作 所以我就决定了考研 很幸运的我也考上了 所以就开始了研究生的生活 在研究生的期间 就出了第二张原创专辑 还有开了第二次全国巡演 所以其实这个很长的故事 就可以概括成 就是从什么都不会 或者不太会 慢慢靠着自己的热爱 然后去不断地学习 到越来越会 然后很多都会 的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 我也越来越确定 音乐就是我一生要追求的 那个东西 其实在这一路上还遇到了特别 特别多的贵人相助 或者朋友的帮忙 又或者是伯乐的欣赏 但是在这里也没法一一举例 跟大家说了 按照时间线来说的话 现在的我是一名音乐人 也是一个视频创作者 也是一个研究生 其实我很满意 我这些年所做的这一切 我觉得是一个为了自己的梦想 然后不断去努力去追求的过程中吧 我觉得好像还有点挺励志的 是不是 其实现在这一个时代 已经比我们那时候要好很多了 我觉得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表现的机会 然后呢 也有比我那时候更好的学习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 可能我的故事 可能会有一点点可以帮助到你们 但是不一定会有参考的意义 还是希望 如果里面有某一个点 可以帮助到大家的话 我也会觉得很开心的 那以上就是我的音乐历程啦 今天也噼里啪啦讲了一大堆 不知道剪完之后还有多长 那谢谢你们耐心听我说了那么多 我是搞音乐的阿阳和景星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